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源源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 打官师父教会 开启 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 一二九七 无头无尾 整理者 新灯 读诵者 新音 诗告众曰 无有一物 无头无尾 六祖大师 告众曰 无有一物 此无 不仅仅指六祖自己 而是指我们所有人 有一物 六祖是勉强说 因为本来无一物 或说似是物 即不忠 明明无物 而抢说一物 此极为方便 否则 人们如何沟通和表达呢 你看经典 不要照单全说 六祖所讲的这个东西 是既无头 亦无尾 就是没有对待 任何东西本来就没有名字 所谓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名字就是名相 一个孩子未出生时是没有名字的 是你给他取的名字 包括说那个孩子 那个婴儿也是一个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人类的概念赋予他的 包括我们说佛性 也不是佛性 也是人类的概念赋予的名字 无头无尾 即无始无终 你现在是迷还是悟 你迷 从什么时候开始迷 无始 怎么迷 你悟到了吗 你要悟到什么 从来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你从来都没有离开 不是从假走到瘾 不是从此岸坐一条船到彼岸 修行不是这种概念 故禅师曰 未曾迷 何虚物 有的话 你只要体悟错误 那会变成空谈 你说师父 我看起来笨笨的 笨笨的是你说的 师父 我有无名 那是你的妄想 师父 我是众生 那是你不认识自身是佛 你只要一开口 都叫做胡说八道 你说你不信 是胡说八道 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也是胡说八道 你说你是全宇宙最没有用的人 亦是胡说八道 你觉得你这样讲 我就会同情你吗 我连十块钱都不会丢给你 因为你本来就很富裕 你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你不需要像我要 你不需要别人同情 你也不要觉得你很笨 很差劲 或是说你是罪人 你讲那些话 你讲那些话就像秋风扫落叶 让他去吧 我不听那些话 因为你只是自爱自怜 你要体悟 无始无终 那是谁 但是你们学佛 常常有这种概念 从这一点走到这一点 这一点叫众生 那一点叫佛 每一点都是黑斑 黑斑还是不实在 它经不起诸行无常 你不是要怎么走 也不是要怎么做 也不是要怎么修 而是你明白与否 听我的课 少奋斗三大阿僧奇节 但是你要听懂 如果你听不懂 不是断灭 就是满空 修其实就是一种物 因为多物一分 就代表你功夫多一分 因为你认识越深刻 你自自然然 就是那种状态 你就是那种人 你自然就有那样的功夫 你自然就能够 呈现那样的智慧 无始无终 是佛法的概念 一般的概念 一定是谈中谈始 一定是指现象 哪一点为起点 诸法因缘生 哪一点为终点 诸法因缘灭 以现象的变化 我也只能够勉强这么说 但以真理的真实状态 则并非如此 文后思维 你是否总是在期待 美好的未来呢 心平和老池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